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6月23日星期四 今次由我许柳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意得台仰 大家好 请大家记得点赞我们的视频 最重要是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多谢 我们今节回来讲讲有关于中电电纳桥 在刚刚的星期二的晚上就起火 所以令到屯元天三个地方都叫做大停电 引起这个全城关注 虽然现今科技发达 很多人也有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玄学家 那些什么苦年运程中有没有贴中了 还是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咦 让他们找到其中一个好像叫做广洞 老实说 我自己就不多信什么玄学 但是这个世界有人连六甲彩都买得中 对不对 那发生什么事呢 看到大家又回到李承责的本《虎年运程书》出来看 那他怎样写呢 我待会再说 那我看到很多网民就说 哇 真厉害啊 神真厉害啊 神真厉害啊 你中了些什么啊 最正是个神字嘛 即神的境界啊 神的境界啊 厉害啊 有什么这么厉害呢 我也很想知道 那我看到一些网民就说 他那个预言也有说到 就是电力供应有机会受到阻碍 以及网络中断等等 那我看他究竟是怎样写的 原来有这样写的 他说 虎年香港容易受到雷击事件影响 而导致电力供应受了网络中断的原文 应该是这样的 大哥 不是有雷砍到电纜桥的机械的仓 也不是被雷砍中那条桥 砍到着火 那怎么说是神准呢 其实他是不中的 他说被雷砍到出现火灾嘛 没有啊 没有啊 有发现那条桥原来是被雷砍一砍 然后就着火 然后发布一身烧了 又不是啊 然后导致电力供应受了 又不关事啊 完全不关事 没错了 都不同的 两样东西来的 你说电力那方面有问题呢 这些经常都有的 是不是 没错 基本上很多人的家庭 可能一年都至少停一至两次电 这些电力故障是随时都发生的 也都每年都会发生的 可能如果你有年好彩 成年没有发生 自然是非常之好 另外 我又看了火灾火警 究竟在香港发生的频率有多高呢 根据消防处一项简短的公布 每年在香港有多达一万多中的火警 那你这个李承责 你在年初估计香港会有火灾 一年有成一万多次就一定会发生的了 一定有了 另一方面 他就有一个大包围的形式 你这样写一定会被你中的 什么网络中断的事情 他说都需要留意一下一些支撑方面的问题 例如什么呢 高楼大厦 高塔 棚架 大树 桥梁 登柱 山泥倾舍 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及早很仔细地调查 防患于未然 怎么及早调查 你都不知道你之前发生事故之前 你调查些什么 你发生了事故之后才调查的 还有他很仔细地检查相关的东西也好 或者什么都好 这个也很搞笑 其实我举个例子 升降机都会做定期的检查 例如陈梓慧那些 他不是做电梯维修学徒 除了维修之外 另一个最重点就是要检查 当然有合格的工程师 不仅只有陈梓慧去检查 他给你告诉你 OK 你都不敢坐 他检查你害怕 他检查你 他签子你就害怕 对 你不要再贴多些 高塔盘架 你全部都写完了 应该贴一些难中的 如果贴一些难中的 你也会这样才威胁 例如说你贴睡房张床 可能会出现倒塌的危险 又或者吃豆腐会捧身之类 山泥傾射的 如果我们看到 红雨、黑雨 甚至打八号风球 或者很多的情况下 都会引发到山泥傾射 怎样去看 这些车波在阶 检查完 不是每天都去检查 等于刚才说到这个电梯 可能中间有几个月 半年也好 那样也好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 发生了一些意外 事故等等 那就再去 刚才台湾说 去调查一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看 还不是被李承泽贴中 我不太知 这种人真是娱大 就是 你这样大包围 一定会发跃 很确实的 还有一個哪 arri牌 envy 其实 trample 吹闭窄 EBL bias 有些戈藥都想推倒淨 lock 闭窄 闭窄 压准备了 老实说 这些意外不应该发生 但是发生也不是大的事情 也不是比如说 非常令人突然發生 我也可以這樣貼 我貼今年一定會打爆風球 你猜我還不早 貼中的機會率也會很高 很棒 登柱你也貼起來 我也不懂得說 真是神準 只是玻璃珠之前也撞倒了那些 類似登柱的東西 然後就被捉到那個圖人 其實很多時候都有 為什麼這次特別覺得神準 因為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 就會再對有沒有這麼容易的 key words 被他們撞倒 這樣就叫神準 你全部都說齊了 登柱你也寫下去 比較過分 你比如說欄杆好嗎 欄杆會塌陷 地面會出現坑洞 可以吧 行不行 有些地方有些人 有些路 走得多 缺乏保養 會出現一個磨損 你猜中他又如何呢 其實他還好 記住 他這樣說 由雀鳥造成的問題 都不能夠忽視 是呀 雀鳥 對呀 雀鳥 不是雀鳥 雀鳥這件事 他說 鳥鳥和飛機火車 汽車碰撞造成意外 記住 不要說到時 哇 有車禍 還不是被李承澤說 由雀鳥導致引發到交通意外 可能有雀鳥飛在玻璃上 一聲撞下去 然後看不清楚 一聲就再噴噴噴噴 你說這樣 李承澤是否叫做貼重呢 老實說 如果大家有駕駛的話 應該都知道有一個標誌 就是有雀鳥在那裡 叫大家小心這段路 會有雀鳥 被人滾扁了 那你那個胎子滾下去 也有機會會滑一滑 黏著就更糟糕了 其實呢 老實說 這些經常都會有的 這樣也叫神準 不是吧 你什麼都寫下去了 已經 是啊 那我覺得實中 是中的 不過如果你相信他的話 就是李承澤 他的名字都說得明白 你聽他的說話 就是你自己承擔責任 所以就是李承澤 是不是這樣 不關他的事 是不是 不關他的事 然後就說自己提出了三招 吹吉避空的方法 那為什麼你不做些 那麼厲害 早不說 對了 你同聽所有全港市民 喂 你們要做足我的三招 吹吉避空 要不然就很大件事了 那他說什麼呢 包括在雷電交加的時候 提高安全儀式 那星期二晚呢 其實就沒有說什麼雷電交加風雨 還是熱得媽媽都不認得 想去下滴雨也沒有 哦 這樣 那再跟著說 這個好笑 大家忍著笑 雷電交加的時候 大家要減少外出 逗留在相對安全的地方 要有預早的計劃後備方案 去應對電力受阻 以及網路中斷的問題 記住 他這些電力受阻 是因為這些風雨 雷電 那些才是 那這個就是基本常識 大哥 雷電交加 你出去幹什麼 你想被雷劈嗎 是啊 我想被雷劈 哈哈哈 你都癡癡的 下著大風大雨 行雷閃電 那當然是逗留在相對安全的地方 當然啦 有時候廣告也有個說 行雷閃電會出事的 哈哈哈 他又說類似的話 哈哈哈 所以那時候 六四其中有一年的燭光集會 就是在他們開幕之前 又是下了大雨 又行雷閃電 那時候那個陳文癲老 陳文根還說 我淚劈神壇 哈哈哈哈 這樣他就中了 哈哈哈哈 不過就沒有砍下去 砍爆他 沒有神壇 是啊 還搞笑 然後就是天功造美 他們都可以叫順利搞得到 砍不到神壇 砍不到 是啊 要去做法才行 然後李成澤也說 醫療系統方面 有很大的機會面臨新一輪的挑戰 可能是現在的疫情會不會變種 可能是新發現的疾病 可能是變種的禽流感 也不排除是世紀病毒感染 形容情況是不容易對付的 嘩 你不要再寫得罪 大包圍一些流感也寫了 新發現的疾病 老實說 經常都有新發現的疾病 是不是 如果不是世衛的疾病 那倒是 經常都變種 很多病毒都 好像新冠病毒 經常變種 那你實種吧 神准 神准 哈哈哈哈 神經病 那更好笑 就是期望有關部門 整體的醫療團隊 都要加強防守能力 市民也要提高衛生的防護意識 他講了這幾招之外 我也知道 李成澤博士也很厚度 沒有很大力去推銷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是否應該沒有收收賣賣 是假裝而已 是假裝而已 濕碎 說中也很正常而已 如果他講到自己 即是這些什麼預言 什麼東西 濟勢為懷 那你這一本的運程書 就要免費了 是不是 是啊 還抽錢 嘩 都不便宜 不過他說 天璣要錢的 哈哈 哇 不是吧 記住 他也不是那麼銅臭 雖然常常見他拿著什麼法器 在那裡逢來逢去 其實他又 好笑 公平一點 他那本書 雖然台銀說他賣得很貴 但是 記住 有一件事 李成澤博士 是可以救到天下蒼生萬民的 他寫著 那麼厲害 憑著那本書 那個封面 有兩個很小小的QPON 你剪出來 拿著這張券的正本 去到銅鑼灣的營銷中心 再買滿380元的東西 就會送出一份精美禮品給你 這就是一件事 如果你說 不行師傅 我買了380元 只有精美禮品 不能夠保我的平安 那怎麼辦 不用怕 不是 你要買多些東西 那你就可以換你的平安 你買680元 就送你一份精美禮品之外 再送你一套的卡 一套的卡就有四張 分別就是 黃財、人員、事業、平安卡 一套 是不是 這樣就平安了 你有了一套卡就沒事了 要這樣嗎 這樣也挺麻煩的 加加賣買 你先買這本書 然後再去購物中心 買多680元 俗稱叫做骨 骨餐 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你最重要的是 要拿去那套平安卡 平安卡 平安卡 你這些平安卡 這樣就要 四張卡 四張卡 一張卡一隻公仔 四隻公仔 袋在衣袋裡 或者袋在銀包裡 就保你平安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他還有一隻卡 還有一隻卡 其實全部 有了很多東西 他有一張叫做 財神讚卡 就是給我一個讚 給我一個讚 手指公 手指公 在虎連 叫大家 隨身帶備這張卡 就會為大家 招財進補 路路亨通 那我就很想知道 是不是有這張卡 就不會有什麼鳥 然後撞到車裡 或者影響到車禍 師傅 應該不補這個吧 不補嗎 如果這麼厲害 你這張卡 是不是應該要印出來 廣結善緣 大派給香港市民也好 甚至乎寄到海外 BNO組家也要 澳洲 加拿大 總之全部都寄出 寄出 這樣才是 是嗎 沒有 是贈品 你要買他的書才有 真的挺貴的 我們計算數 即是如果你買他的書 即是已經舊錢了 然後再買680元 精美禮品 然後再得到那一套卡 雙方交給車錢 然後買汽水喝酒 哇 都真的 差不多花了一千元 你才基本上 可以得到旺財 人員 事業 平安 想旺財之前 之前就已经破财了,破了一千元财 最旺的那个是他自己? 他是他自己 他真是旺财 御虎天逆笑到我一样 还好笑,然后写着自己 测中牛年的预言 英国疫情严重 这个搞笑 菲立亲王不测 你测到他,如果钉盖的时候 是否应该把棺材送给他? 快点买棺材了 差不多死了 疫情蔓延全球爆发 传媒遇到五黄动荡艰辛 大小桥梁跨塔 另外深圳大厦遥防 是他测到的 如果我是深圳市政府看到 妖言惑中 这样会很影响 会处理的 这些书不能够在内地出现 会处理的 这样说法真的是妖言惑中 立即想起李承宅说那些东西 会不会扔到什么 还是怎样的 有时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行雷闪电的时候 会影响到一间屋 那些灯都会闪一闪 跳一跳 会这样 当然现在随着 基建 和电力措施 做得好 这些情况 都少见了很多 因为雷击而令到有电力故障的机会 都叫做小很多 不过我看到最好笑的就是 竟然再贴那些什么 山泥傾瀉 又这样那样 我觉得这个挺好笑的 每年都有 贴一贴每年都有的 好像他贴中火灾 我刚才也说了 香港平均每年有万多宗火警 又大又小的 这些是实中的 我都可以 所有人都可以 你贴一些实中的东西 当然是重的 对不对 还有他也贴说 会不会有 因为雀鸟 例如令到航空方面 都要注意 久不久都有的 雀鸟可能卷了进引擎 或者撞到飞机的玻璃 即是机舱 即是飞机师握的机舱 这些都久不久都会出现 看回民航署 即香港 这些事故 其实差不多平均 一年都有一宗 也是实中的 对不对 他就当成绩表 写在他的本书上 你看我连測中什么什么 其实是这些实中的东西 人人測都中的 再者 他们这些 叫做运程书 寓言什么什么的那些 有点像马步 有没有大家发觉 哇 这么厉害的 马步逢乘赛马日之后 第二天 就圈住圈住了 自己究竟中到哪里 中到哪里 中很多的 那当然了 整份马步 那么多个名家什么什么 名家物物 来到贴 总有一个被你中到的 大包围买了 那么多组合 那么多不同的人 都去贴不同的东西 你贴大概300条票 你可能中 20条或者10条 你组合一堆圈出来 就好像很厉害的那些 没得这么计算的 其实这些书不是一样的 整个预言呢 大包围世界又有 香港又有 什么政坛又有 什么戒又有 总有一些被你中到的 接着 现在我们看一个画面就看到了 接着 在明年那本 再说自己 测中了些什么 那当然了 测那么多样东西 或者贴那么多样东西 那就中一点 中一部分 如果连这些都没有 真的可以收拾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你包了那么多样东西 你连棚架都写了 不中的那些你又不写 只写中的那些 你不中有多少样东西 可能更多这个列号 应该要拿回那本书 除了对下有哪些没有 是吧 要啊 这个没有 全部列号 全部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样才知道你 是不是真的这么准 神准啊 其实也有理解的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带了他的平安卡 这样啊 对啊 平安 对啊 避过了 这是避过了 避过一劫避过一劫 避过一劫 打个交叉就搞定 是不是这样啊 是的 或者在那些什么地盘 那些施工的时候 还有那些 社长所说的 那些棚架 不是有个棚架纸 就是搭棚在那里 那棚架纸 是有个 透明A4的胶袋 进入住的嘛 在那个后面 就放了 李承宅这套平安卡 那就平安稳妥了 是的整个棚架 扯都不想啊 可能啊 这样才是的嘛 那这些呢 就差了 又要买这么多钱的东西才能派 是吧 这些是免费派的 应该全香港每人一个就算了 那就可以吹吉避空了 又不是的 是拿来卖的 哈哈 应该要啦 就是可能透过 明天呢 民政署 可不可以 派那些什么防疫物资包的时候呢 就再摄一套在里面 摄一套 就是 经它开光啊 还是怎样的 整个平安包呢 你不一定要拿那套卡的 因为经过那个卡 就是和那个防疫服务包里面 一起捆绑 放在一起过呢 就等于去做法 这样 你用那个口罩呢 可能抗疫那方面 也会比较劲 比较劲 就是这样 哈哈哈 真是厉害 那好吧 那究竟是不是叫神准呢 大家自行判断 自行判断 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